大家好,欢迎收看第二阶段的税务理财专刊线上讲座,我是主持人李子锐 今天我们讲座特别邀请到了客勤会计师事务所创办人顾眼时会计师和执行负责人杨亦凡会计师来为大家解答一些比较关心的税务问题 顾眼时会计师将会与我们探讨美国的政经现状及税改配合 帮助读者和观众比较客观和全面的了解美国的整体现状和未来走向 从而更好地做出适合个人以及家庭的财务和投资计划 杨亦凡会计师将会为我们带来讲座 讲座将探讨拜登政府新税及年底税务规划 对拜登已经通过的税法进行分析或者可能通过的税法予以客观的评测 测证于年底如何善用现有的税法和可能新税法 相对于企业和个人的总体规划会有助益 我们有请两位会计师 各位世界日报的观众与听众 今天我们很高兴又谈到了税务理财讲座 这个是我们每年在这个年终的时候要想给大家的一些服务 我本身呢前面呢先讲一些有关于经济与税务的展望 因为呢大家对于这个经济的情况也很关注 那么最近呢尤其从2021年开始 这个疫情的影响呢可以说影响很厉害 并且呢也影响到了供应链 影响了我们的通货膨胀 那么这一次呢拜登呢在这个三月就开始 听出一个叫BBB三个B重建未来法案 叫Build Back Better Act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有好多的草案 那么其中有一个是比较大的 可是呢在最初呢这个共和党与民主党一些的比较 这个自由派的对他都有一些反对 可是我们知道了1.2兆的基建法 总算是在今年的十一月通过了 那么最重要的1.75兆的这个东东西啊 这个里面呢和我们的税务都非常有关系的 可是呢1.75兆在众院是通过了 可是直到现在为止参议院还在讨论 还没有完全通过 所以今天讲的东西呢是我们的预测 可是我想呢这个预测 待会儿杨快吉时特别提到了 应该和大家的想法应该差不多的 那么讲到通货膨胀 大家都知道我们美国最近通货膨胀很厉害 你只要看消费者的物价指数 就CPI就已经在11月上涨到6.2 那么这个可以说呢 是个非常非常大的inflation 那么这里面当然影响到的可能是石油啦 天然气啦 甚至有食品啦 那么所有的情况多影响到本身的通货膨胀 那么最近呢这几天 这个联储会也已经承认 说这个通膨呢可能并不是一个很短期的暂时性 也可能会延长到一年或者甚至两年 那么所以呢第三度的GDP 可以说呢 呃本身来讲呢 百分比也不高 大概只有百分之二一点点 那么拜登的支持力 到11月已经下降到44.7 和上一次的相比 它降了11.3 这个主要的可能是因为经济还有通货膨胀 那么到了2022年 有中期的选举 2024年有总统的大选 看样子 这个两年的选举 民主党呢 这个实际上是有很多的值得担心的地方 所以呢这次的税务改革 虽然我们讲了已经有好几个月了 谈了也很多 可是税务的改革本身来讲呢 不敢大改 因为它大概 无形当中 它的选票 就是民主党的选票 就会流失 那么袁治长 假如2022年选举失利 2024年也选不上总统 那当然他本身来讲的话呢 他也不愿意发生这个情况 所以呢这个情况呢 本身来讲呢 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这次税务的改革 税务的改革呢 本身你仔细来看的话呢 并没有说大概 因为他很担心选票的流失 大家都知道 今年本来大家认为 这个遗产税 礼物税 全部会改变 那么他们认为 也要加工资公司的这个税率 所以呢本身来讲呢 这一次的2021年的税务的改革 可能数字并不是大家想象的这么大 因为 拜登的确也很害怕他会流失这个选票 所以呢 那尤其呢就现在来讲 大家都认为可能到了2020年的总统大学 共和党可能会再度的起来 不一定是川普 可是共和党一定有很多的人才 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拜登的本身的通过膨胀 这个等等的压力 这个GDP也本身来讲 现在只有2% 所以多引起了大家选民的不喜欢 所以呢 2024年 就是总统大选那年 税法可能还会大幅的改变 所以你今年呢 为了这个新的税法 你和会计师和律师 都仔细的讨论过了 可是你也要想到 假如一旦2020年税法全部改了 那你应该怎么办 所以很多的这个税务专家 很多的律师都已经准备了 所以假如2024年的税法完全大改 那我们该怎么办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讨论的议题 今年很特别 今年呢 已经到了2021年的下半年度了 在这个时候 税法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练成 所以这个对于美国也是很特别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拜登当然也很努力的 在经济方面多努力 税务方面希望不要得罪太多的选民 所以呢 你这次看了 对杨冠杰斯讲的时候 你要仔细看听一听大家最近的改变 当然大家都很注重的最近改变 比如说遗产税 你们会觉得很惊讶遗产税并没有改变太多 大家很注重的叫 set up base 好像也没有更改 当然什么分期付款啦 1040 exchange啦 都有一些的改变 这些改变呢 使得法律是更严格 那么再加上本身税率啊 是比较提高了 那么所以呢 对于纳税人来讲的话 可能今年明年后年都会要交更多的税 所以希望大家仔细的听 仔细的play 好谢谢大家再见 各位世界日报的观众好 时间过得真是很快 在这里先跟各位祝新年好 身体健康 幸福快乐 记得我们去年这个时候 也做过这么一档新税的节目 那时候大家比较关心的是 新总统正在选举当中 那么还没有最后的落定 那么那个时候谈到的最多的一个 国内政策的不同 就是拜登如果当选总统 他会怎么样进行改革 因为拜登在竞选方案里面 他有一个税务改革的proposal 就是一个草案 而这个草案的 它的主要的增结点 是在所谓的劫富济平 这个草案所涵盖的面相当之广 而且呢 改变的力度也是相当之大 那么最后呢 在争论当中 拜登当上了我们美国的总统 接下来大家就期待 他的税务改革的方案的落实 结果呢 当上总统以后 自然疫情还是在延续 贸易的严峻场面 还是在继续 税务改革呢 经过了许多的讨论 争论和运囊 一直是有雷声 不见雨点 那么他的proposal 所涵盖的面呢 他是一步一步的 就是所谓的放风声 而没有正式的法案 提出来讨论 更谈不上通过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关注华文媒体 包括我们的电视媒体也好 纸媒也好 还有呢 英文媒体 税务改革的这个争论 从1月开始到目前 11月底 12月初 几乎没有停过 讲座也不断 争论也不断 那么实际上呢 真正的法案第一轮 提出和通过的 才在上个月 那么就第一轮的法案通过 以后呢 我们在观察 民间对拜登的方案的讨论 还是有点 有点杂 或者说有点乱 这个乱不怪民间 主要是在拜登的 这个他所放出来的风声也好 一个个草案也好 也是改变相当之大 那么包括我们现在讨论的很多热点 其实在11月的这个场案里面已经早就不见了 但是现在还在讨论的很热烈 所以我们想呢 利用世界日报这么一个年底的机会 今天给大家主要是两点 第一点呢 有必要来梳理一下 拜登这个一年当中 他的税务改革的这个演变的一个途径 最终的结果到底是怎么样 给大家稍微梳理一下 那么让大家呢 有所对这个几个方案呢 进何出有所了解 那以后在考虑规划当中 也是有针对性 针对已经通过的草案 而不是说把精力和时间 放在曾经听到风声的这些的税改的内容当中 第二点呢 我们今天想 针对我们11月众院通过的这么一个法案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到了年底了 那我们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对策 应该做好最后一分钟的计划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主要是这个两个方面 那么我们呢 大概做了一下梳理 拜登是一月上台的 后来呢 在他竞选当中的proposal 他就不断的放出风声 真正的比较系统的一个披露呢 实际是在2021年的5月 我们叫green book 就是绿皮书上面 那当然绿皮书 它涵盖的内容蛮多的 包括一些的 他比较日中的一些的环保啊等等 那税务呢 在这一次第一次 也是呢 全年当中应该说改动最大的内容 都是集中在green book 绿皮书里面 那么当时5月份的时候呢 他进入绿皮书的税务改革的项目 其实跟他的竞选的时候的proposal 已经是削奖了许多了啊 那么这个绿皮书呢 当时我们创造的这个预算方案 是期待是六兆 六兆 所以为了这个六兆的预算方案的支出 自然 拜登政府也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税务回收 来应对这个六兆的巨大的财政支出 所以呢 我们大概清理了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当时在5月的时候呢 所谓我们比较关注的是富人 什么叫富人呢 比如说40万以上的收入等等 所以他明确的提出 把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 从现在的17%提高到39.6 39.6也就是川普之前的最高税率 他回到39.6 这个是第一 那么第二呢 他对资本利得税 所谓的资本利得税 就是我卖了股票啊 我卖了这个房地产所赚得的钱 这个叫资本利得 尤其是长期资本利得 我们目前的税率是20% 他说你这个20% 他要视同普通收入的最高税率来计算 那是多少呢 也就是39.6% 那么另外一个他提到的 当时我们讲的比较多的 就是赠余啊 赠余税 赠余税呢 我们是对赠余的市价来进行申报的 比如说我买了一栋房子是10万 那我现在赠余给孩子的时候 已经成为100万了 那么他说好 你报赠余税的时候 你100万来报 但是呢 我必须要征收100万 和10万之间差价 作为资本利得 这个在美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在五月的绿皮书当中 也提了出来 比如我们讲 现在市价100万 我成本10万 那么差价是90万 我这个90万要征收资本利得税 我们现在是20% 而且他说你如果收入高的话 这不是20%了 就要提高到39.6%了 所以大家可见在五月的时候 他的税改的力度之大 他的范围之宽 我们从绿皮书当中都可以看到啊 那么他也提到跟房地产有关的 比如说1031的置换 这个大家都是讨论比较多的 如果说你在置换当中 你所产生的这个收益啊 大于100万的话 那超过100万的收益之上 你要征税 比如说我现在卖掉一栋房子 我赚了150万 那个我这个房子呢 我是很早以前 30年以前买的 那赚个150万 这个是非常普通的事情 那按照现在的税法说 我如果换进一个超过 比如150万的啊 比如就是买价啊 就是我买价超过卖价 旧房子的卖价的话 我全部的税务 这个150万都可以defer 都可以不交税当下 但是他说不行 如果你超过了100万 那我比如说152万 50万你就要交税了 这个当时也提出来了啊 那么另外呢 也提到说 我们提到的一些的 就是普通的一些 一些的被动收入 他也要作为一个主动收入 等等等等 这些个人方面的调整 是相当的大 那么他也对公司 公司我们目前税率21% 他要增到28% 那当然就是说 也提到了大公司的账面收入 你虽然说有很多的税务优惠 但是你的账面收入 要增收15%的最低税等等 那么这些呢 在他的绿皮书当中都有提到 那么还包括国际税收 我们大家比较常用的像guilty 他把guilty的 这个我们所谓的资产的 这个减的比例也增加 也有说减少 也就是说 你的所得税的征收就会增加 这个我就不展开这边 我们有时间在展开 这个就是所谓的绿皮书 绿皮书 那这个绿皮书 如果说真正实现的话 冲击最大的是 资本利得税的减 资本利得税的税率的变化 20%到39.6% 那大家想想基本上是翻倍 那么直接冲击的是什么 股票市场 房地产市场 那所以这一块 争论相当大 还有呢就是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的增加 虽然说它的增加的幅度不大 而2.6吧 但是它的所放出的40万的高收入的税务居民 这些信号 其实冲击还是蛮大的 包括还有公司税 公司税原来35%到28% 现在到21% 它要从1又增加7%到28% 所以这个在美国的疫情的当中 对经济的影响层面是相当大的 所以这一套五月的绿皮书的方案 被称之是极尽的一个税务改革方案 表现出民主党的极左派的一些的意愿 那么因为有这么一种意愿 有极尽派的这么一种色彩 所以自然就没有得到共和党的支持 几乎共和党就是全盘的在批评 同时也没有得到民主党的温和派的支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刚刚顾先前面也讲到了 各种的因素 拜登的他的pool 就是他的这个民调的指数也在下降 从他刚刚开始的时候 56一直到44.7 那么大家对他的各方面的抨击 还是相当的激励 那在税务上面的抨击 也是相当显著的 所以为了让这个各方面比较 我们所谓温和一些 也让这个税务法律的通过的可能性大一些 那么拜登政府呢 并没有把这套激进的方案提出来 交给国会去通过 而是等于是放风的 我现在放出来看大家的反应 国会反应 政府反应 民间反应 那反应的还是比较激励 所以他做了一个相对的调整 五月的绿皮书基本上就摆在一边不见了 到了九月又提出了一个重建美国 我们说重建美好未来 也是美国的美好未来的这么一套方案 BBB方案 那么BBBA方案呢 在九月中的时候提出来了 那么在这套方案里面呢 基本上他保留的 还是说要把个人所得税增加到39.6 这一条保留了 那么资本利得税呢 绿皮书当中提出的是最高税率可以增加到39.6 视同普通收入的最高税率 他在美国重建方案 美好未来的重建方案里面呢 他改变了 他说我的资本利得税 可能呢 从20%可以调高到最高是25% 那么在这套方案里面呢 对赠余税的市价和原来的成本的差额征收 资本利得税不见了 他完全取消了 那么包括大家那时候 我们今年房地产很热 大家也知道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大家急着的把它卖掉 卖掉以后来置换1031 来买进新的 然后呢把原来的税收 就是资本利得税来去defer 也就是延缓 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1031 大家说你超过100万就要征税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 我资本利得税超过100万 我也要征税了 所以这些原因呢 而且就变成了39.6来征税了 是这种传说 或者也不完全传说 就是它放出的风声 所以这样以来 大家卖的这个就很热 然后呢又是通货膨胀的原因 所以大家又买气又很旺 所以呢把房地产市场炒得很高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它的1031的置换100万以上 它也取消了 也取消了 那遗产税呢 它加上来了 在绿皮书当中不见的 但是在美好未来 这个方案当中呢 它说目前的遗产税的减税额是1170万 也就是2021年 他要把它放到602万 602万 这个也是一个重拳的初级 这个方案出来以后呢 大家很多的朋友 包括我们也很多顾客都在说 那怎么办 因为我现在两个人 等于是你攒掉一半嘛 我现在1170万 你现在变602万 等于是差不多攒掉了一半 那我夫妇两个人 本来就可以有3300万 我现在只能有1200万了 那远远不够怎么办 所以呢 律师的生意就很好 就是成立了 很多是快速成立 不可撤销的信托 然后把很多的资产就转到了 不可信托的信托里面 作为一个正义税的申报 来做过渡 那么这一块呢 在9月当中 它是额外提出的 所以这三个月里面 很多的动作是围绕着这一块的 好 公司税呢 原来说从21增加到28% 在9月的重建美好未来方案里面呢 它是减了三个百分点 就变成增加到25% 从21% 原来说要增加到绿皮数 要增加到28% 重建未来它调整到25% 是这种情况 那么当然它还保留了 大公司要征收15%的最低税 这一块 同时它也提出了一个 就是说你如果说是K1 就是你的很多我们叫pass-through pass-through比如说小型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还有合伙制 他们都是法人 但他们不是纳税人 那么他们真正的纳税人是谁呢 是后面的shareholder 是股东 还有后面的合伙人 后面的member 成员 有限责任的成员 那么这种公司呢 在9月的方案当中 它提出说 这些公司 它所发放的K1表 到了这些个人身上 那么原来我们很多的收入呢 是当作是被动收入的 作为投资收入的 那原来我们有个法案说 当你的投资收入 超过 比如40万的情况下 你要加收3.8% 那个是Obamacare的水手 你要加收 但是在9月的时候 他提出说 不仅仅是这样的被动投资收入 只要你总体的收入 夫夫合报超过50万 个人单身申报超过40万的话 那么你的所有的主赢收入 也需要加增3.8% 在9月的时候 他没有明确 9月的时候 在方案里面 美好方案里面 他就提出说 我这一块可能要调整 我要加增 那么加增多少 什么情况要加增 他9月提出了加增 还没有明确 这个是9月 那么guilty的话呢 他把这个guilty的税收 也有所下降了 本来是50 他到了37.5 这样有所下降 这个是国际税收方面 那么这一个法案呢 它是为了筹3.5兆来的 也就是说 我针对3.5兆的这个目标 我需要征收 改变税务的方案 大概是这些内容 那这个方案提出来以后 也没有得到共和党的认可 或者是妥协 那么民主党的一些温和派 也没有得到全票民主党的一些的赞同 所以呢 还是在不断的磨合 不断的协商 不断的妥协 一直到11月 11月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把这一块 还是放在重建美好未来 因为11月的时候 我们通过的第一个法案 真正拜登的 有效率的这个法案的通过 实际上是在11月 第一个是基建法案 一点而造的 基建法案的通过的话 使得他的财政支出 少了很多的阻碍 这个是一个大的法案 那么基建法案通过以后呢 众院在拜登政府呢 在9月的方案的基础上呢 又进一步做了削减和调整 然后呢 11月的时候 第一次把税务法案提交到众院 进行讨论和审核 最后呢 滴滴撞撞的通过了 那么众院是通过了 现在呢提交到参院 本来我们是期待在12月初 参院有会议 对众院通过的法案呢 最后表决 但是呢 他又延期了 据说呢 说要延到 Christmas之前 感恩节之前 参院会讨论 但是who knows 他不断的在延 参院可能有不同的意见 会不会延到明年 我们都不知道 期待他能够早点通过 那我们有所针对性的准备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说 11月的法案 他有什么调整呢 他有什么削减呢 他很多的内容都削掉了 第一 我们讲个人 劫富济贫的最明显的 个人的最高税率 要返回到39.6 他不见了 不提了 还是维持现在的37 资本利得税 原来我们是20% 目前是20% 那他提到说 如果你高收入的 比如说你的100万以上的收入 或者等等 你的资本利得税的税率 从21%一下子升到39.6 这个是绿皮数 那么后来他在5月的时候呢 他这一块呢 说我降到25吧 因为反应太劫力了 但是在真正通过的 众院法案里面 这一块根本没有提 也就是维持现状 20% 所以我们做投资的朋友 是蛮庆幸的 大家不要急急匆匆的 去变现 去卖 好吧 目前并没有 那么第三呢 我们讲到1031的 这个置坏 也根本就没有了 这个也不提了 5月当中的也就没有提了 那我们讲到 大家比较引人注目的 移产税的免税额 要从1170万 在9月的时候提出降到602万 这个他也撤销了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还是1170万 1170万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好消息 那么我们讲到公司的税收 从21% 从21%在9月的BBBA法案里面 它是增加到25 在11月的通过里面 也不见了 还是维持21% 所以这个对公司也是一个利好 也是一个利好 那么当然呢 所谓的富人税 刚刚顾先提到 什么叫富人呢 真正的富人所产生的最佳税 我们讲到 以前讲到40万 40万可能是税率的增加 那么真正的 他提出的一个富人 他要增加附加税 我们在9月的 重建美国未来的美好法案里面 他提到说 500万以上 也就是调整后收入的500万以上 就是集富的富人了 对这些的富人 就要加收5%的附加税 那么在11月通过的这一块上面 这个法案还是在 富人附加税还是在 但是他把的收入的门槛提高了 提高到1000万以上 才需要征收5%的附加税 那么如果你超过2500万 也就是1000万到2500万 加增5% 那么过了2500万的话 他是加增3% 这个目前已经通过了 众院通过了这个法案 那么还有呢 孩童底税额 这个讲起来是针对穷人 那么孩童底税额等等的 他的数字要增加 而且这个法律本来是要过期的 他现在延到2022年 那么同时跟我们个人比较有关系的 大家都在讲到就是 Traditional era 就原来是可以抵税的 传统的退休金 我们可以转成Ross era 因为大家股票现在做得很好 Ross era的好处是什么呢 我在Ross era里面所产生的收益 是不需要交税的 所以我在Traditional 就是传统 era 转到Ross era的当中 比如我有一万块转过去了 我在转的期间 我交这个一万块的税收 但是我一万块到了Ross era里面 变成十万块了 那我这个增加的九万 通通不需要交税 所以在股票市场 投资市场比较好的情况下面 这个其实是很好的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就转了 但是呢 这个法案呢 就把它要取消 从传统的这个退休金 转到Ross的退休金 好 那么还有一点呢 我刚刚讲到 就是40万个人申报税收 如果你的收入是40万 因纳税所得40万 夫复合报 因纳税所得超过50万 那么你的K1表的收入 哪怕是主赢收入 你的那你也要征收3.8 这个是新的条款 明确了 在9月基础上 在11月更明确 并且得到了众愿的通过 那还有呢 你上市公司现在要回购股票 回购股票 以前就是钱太多了 为什么我们市场上钱太多了 所以呢 这个上市公司又把市场股票又回购 又把钱又投到了市场 所以通货膨胀也是一个因素 那么现在说你如果公司要回购你自己本身的股票的话 你要加成1%的税 这个是新法11月并且得到了通过 那么原来的15%的大公司的账面收入 15%维持并且通过了 那么这些呢就是一个调整 其中有一点 我们在5月绿皮书和9月的美好未来方案里面 都没有提到的 就是在11月通过之前突然加进去的 实际是对我们加州 纽约州 纽约州州都是 这些大税人非常有利的 也就是房地产税比较高的 房价比较高的 另外呢 州税比较高的这些税 非常有利 我们再回到那个Donald Trump那个时候 他的税改里面有一条非常不受加州居民的欢迎 加州也好 纽约州也好 我们之前讲的是民主党的州 实际上是Donald Trump是不顾及这一点的 他把州税 州所得税的抵税额 加上房地产税的这个税收 原来以前我们都是可以抵的 他把这两项税收加起来说 在联邦税的抵税方面 只能最高抵一万 这个对我们的冲击太大了 因为我们一万等于是八九十万的房子 太多的居民都是大于八九十万了 那州税我们加州又是最高的税率的州 那么这一次在11月通过的法案里面呢 他突然加进去一条 就是从原来的一万的 州税加房地产税的抵税额 就是免税作为这个税务减项最高一万 他增加到八万 如果说参议院也能够通过的话 那我们这一块对我们相当部分的纳税人 是非常有益的 这个是突然加进去的 那么总体来说呢 我们11月通过的 这个我们从他的演变 从他的拜登政府的一个税务的一个税改的方案的演变过程来看 他呢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他是从凡到减 内容是从多到少 他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这是他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呢 他的所谓的征税 因为我们原来都讲 共和党可能是减税为主 民主党是征税为主 是要增加富人税要怎么样 所以他第二个特点呢 他的演变来看 5月9月 实际上5月之前 还有他竞选时候的proposal 实际是四个阶段 竞选之前的proposal 到5月的绿皮书 到9月的重建美好未来 到11月的美好未来的通过 众院通过方案来看 他的第二个特点是 他征税的幅度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所以呢 而且他的预算的支出的方案 越来越少 他的这个从你看 原来5月绿皮书是6兆 到9月的时候 重建未来是3.5兆 到众院真正通过的重建未来的 最终的众院方案是1.75兆 所以他的支出方案也在削减 所以他的征税的幅度也在削减 也在削减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 当然这个跟他的政绩 跟他的民调 跟目前的美国经济的现状 其实是非常相关的 做出的这种相应的妥协 那么 站在我们11月通过的这个法案来看 大部分的法案 他都是说 哪怕众院通过的话 他真正的启动的时间是2022年 或者是2023年 唯一有一个法案 他是trace back 我们现在已经是2021年的12月了 哪怕我12月参院通过的话 他的真正的落实的年度 是从2021年开始的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Salt法案 一直在叫Salt法案 就是我刚刚详细讲到的 州所得税加我们的房地产税的 总和的这个抵减 从1万增加到8万 增加到8万 如果通过就是2021年 所以这条法案 我们在2021年的年底计划的时候 要善用我还记得在去年 我们讲的时候 以前是为了 因为有通过膨胀因素 我们总是把比如说 所得税的 它的是四期 周税是三期 最后一期是在来年的一月的 那么还有呢 我们的房地产税也是这样 你可以一下子缴的 很多朋友就为了抵税 就一下子缴了 我们去年年底的时候 就建议大家说 你的最后一期不要在去年缴 你放到2021年的1月去缴 然后呢房地产税也不要去提前缴 你该什么时候缴 就什么时候缴 不要只要不罚款就好了 为什么 就是累积到2021年 拿更多的底税额 那如果说真的方案通过 我们这个免税额的好处 就可以拿到了 希望大家有听进去这么一条 那么另外呢 要给大家特别要注意的是 我们刚刚讲到了 K1表的普通收入这一块 普通收入如果说你的收入 你的因纳税的收入 夫妻合包超过50万 个人超过40万的话 那这一点呢 你可能要想办法 今年因为这个法案 如果穿越真实通过的话 今年不会实现 是在明年或者后年实现 所以你今年哪怕多拿一点收入 今年不要去defer income了 收入可以今年多一点 我们还可以善用 就是不要再增加3.8的额外税收了 好不好 那么还有呢 就是说我们讲到 很多朋友在年底之前 一些的费用要尽量的去花 因为要减税嘛 那今年的情况 也不要尽量去花了 因为我们总体的趋势有这些3.8的附加税 有些很富的朋友 还有5%的附加税等等 那么总体来说 税率的下降是不太可能 那增加就是增加的幅度小 所以我们情愿我们现在多付点税 就按照正常去付 这个也要提醒大家注意 当然现在有些朋友要生孩子 那现在当然生孩子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他的这个孩童底税额也增加了 那么另外呢 就是我们讲到的一些大公司的 这个15%的问题 实际上这个账面的收入的15% 不仅仅是美国 最近呢 在G20的时候 拜登去 实际上那个时候就是提出来了 是全世界的一个盛行 因为防止大公司到一个低税率的国家去投资 然后钱又不拿到美国来 那美国就增不到谁收了 那当然从其他国家的角度也是这样 都资源往一些低税的 所谓的避税天堂去了 拿不到 所以呢 他们全球都在商讨 要征收 包括欧盟 所以这个看起来 应该还是蛮有可能性 会通过的 那么从总体来说呢 我们来这个 要考虑到还有这个退休金的情况 退休金 那如果说是limited的话 不能从Traditional Error转到Ross Error 但是你今年2021年还是有可能 所以大家要善用2021年 我们有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 大家把2021年的现有的这个税务政策 当作是一个最好的税务政策来看 所以你要把它用足它 那么一些细节方面呢 希望大家要立足以11月 众院通过的版本去跟这个会计师 谈好不好 因为现在市面上还是流传着很多的前前后后 甚至于竞选的proposal 还有五月的版本 九月的版本 还在谈这些事情 暂时放一放 我们把重点放在11月 把重点放在11月 那么比较有针对性 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 我刚刚谈到真正的一个条款 如果通过只有一个条款是2021年可以用的 其他的条款2022年 大部分条款是2023年 那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缓冲的期间到了2023年 2023年是什么概念呢 是大选总统大选的 等于是前一年 也就是说要看2024年 这个也是拜登他的税务政策 不断协调 不断缓冲 他也考虑到2022年的中期选举 和2024年的总统选举 如果说经济的情况 或者是拜登的民调一路下滑 经济情况通过膨胀 6.2 能够保持甚至于更加高 那么这种情况下 2024年共和党上来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那么共和党上来的话呢 那有可能他的税务政策 一定又有所调整 所以很多的一些重大的决定 要观察不要太急 就好比说我刚刚提到的1100万 很多的朋友早就转出去了 甚至有些朋友也不了解 转了七八百万 其实你转个七八百万 或者是转到600万的话 你的意义一点都没有 哪怕他的遗产税变成600万 你转到600万 你意义一点没有 而且你对这些资产的支配权就丧失掉了 所以不急观察 同时有针对性的和自己的会计师去谈 做好善用2021年的税法 做好2021年的规划 以及以后各年的正义也好 遗产也好公司税也好 好吧全盘考虑了解整个历史 然后放在一个盘子里面全盘考虑 好非常感谢世界日报给予我们的机会 也再次祝各位观众朋友身体健康 新年快乐 财运滚滚 善用税法 结税省税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